我是桂智 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好啦就到了这个一个月一次的这个 幼稚规政治 政治规幼稚啦 好啦回馈本次时间啦 这次就是来回馈这个大家在 Apple Podcast 还有在这个 First Story上面的留言 我们这一次很多人赞助 对啊 对啊这个蛮开心的 开心的 谢谢大家 所以搞不好这是讲完赞助的事情就到了 对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是好事啦 是不是勤勒有用 哈哈哈 勤勒有用 所以大家都要用勤勒的方式跟人家沟通 哈哈哈 好我们由下面好上看 因为下面什么都要找的 好 第一位是这个李芳怡小姐 她说乌乌医师讲得太好了 我生两个女人 希望她们长大可以像乌乌医师一样 很有自己想法 所以真的是赞助乌乌医师的 哈哈哈 多多益散 多多益散 谢谢谢谢被蹭到 跟观众讲一下 如果你觉得乌医师讲得很好 或是乌医师在他 在他节目上表现得很好 也是可以赞助我们 对对对对对 他的部分就买买书就好了 买他的书就好了 哈哈哈 那乌医师很有钱啊 因为他是医生 哈哈哈 对 而且乌医师有他自己节目了 大家可以听一下 对 叫乌乌医师聊 对 其实也非常好听 他跟伊兰一起主持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他的节目 嗯 然后听完之后赞助我们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芳怡 百德卫就提醒一下 就是大家不想要自己 名字面念出来的话 可以写一下 因为这一支有一个人 赞助之后呢 还特别写Email来说 这个名字会不会被看到 嗯 那希望大家不要 那就希望说不要被讲出来 那等下出现的话 我会提醒两位这样子 大家这位是Akira Akira Akira说6月10号 赞助了科学数字 没被念到 再来赞助一次 能不能请法白的出位帅哥 聊聊机车路权 跟道路安全议题呢 像是最近的机车路权抗争活动 另外First Story的赞助页面 旁旁跑不出来 付宽也常常失败令人困扰 好 跟First Story讲一下 以上这个我们去跟First Story 抱怨一下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First Story的 这个付费会员 没错 这个付费的不能给我们 拿不到钱这样子 嘿嘿 感谢Akira的抱怨 对 不过这个讲机车 跟道路安全议题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个好伙伴 领域其实有写了几篇文章 对 其实这个我在网络上 其实也宣传过蛮多次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我在8月的话 我再把它宣传过几次 就让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跟机车路权有关的内容呢 目前把白师用写文章的方式来制作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再来做Podcast好了 没错 看是要邀请这个领域 直接来节目上聊 还是我们三个来聊 都可以 再想想看 再想想看 那我发现蛮多 用路人的经验 但是你们自己有很在意这一题吗 你说 机车路权这一题 我 7月4号当天你们有去现场吗 我其实还好 我有朋友特地从台南 上来 上来 然后租了一台Wemo去骑海道 好 我这样讲 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都骑机车人 对 而且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我是一个骑自己机车 外加Wemo 勾靴跟Iron 所以我每天骑 但我没到这么的 就是care路权 我比较care 那个斑马线画的那个配置 我比较focus在那个议题 对 所以这个我我还好 focus在路人 斑马线不应该画在十字路口的最最外面 他应该画里面一点 哦 因为这样机车 这样那个他右转的时候 他不会立刻看到路人 他会右转完之后才看得到路人 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全 我不在乎这个议题 我自己也是每天骑机车的 然后我自己的感想是 那个 太南无所谓 哈哈哈哈 虽然某种车 哇 放个地图吧 我 我觉得有一点是 比如说那个左转弯啊 左转弯跟右转弯的那个 呃 还有那个进行机车线 那个我也觉得蛮烦的 因为我自己 很常不小心会 不小心骑到 那个进行机车的上面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有些路口就确实 需要给那个机车有一个左转道 一直带转其实蛮烦的 而且有些路口根本不需要有那样带转的设计啊 对 嗯 大家骑机车都有自己遇过自己的抱怨时刻 我有时候会忽视那个带转 哈哈哈哈 高雄市带转吗 高雄市转转 这个南部的这个 南部名产 呃有时候路上没有人的时候 我有没有车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看你等下 等下观众就留言来骂你 哈哈哈哈 但我自己是觉得带转这件事情蛮两难的 嗯 但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强制 嗯 对 但是如果不强制的话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一瞬间取消掉了 我觉得可以去研究哪些路口可以做不用带转的设计 分流 分流 对 对 我记得在南头好像他们就是有一些 路口是就是机车是给左转 但他们就是分流就是 这一道是给机车左转 这一道是给汽车左转 嗯 其实可以去规划 大部分的路口好像没有那么带转必要 对对对 那有些超大的路口可能就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去看路口 信 信义 跟那个忠孝敦画 那个那个那个十字路口 那个超级大 信义路跟忠孝敦画的十字路口 应该是信义吧 对 那个超大 信义跟忠孝不是平行 忠孝敦画 哦忠孝敦画 那个 说忠孝敦画 不是对对 敦画南路 敦画南路 哈哈哈哈 信义跟敦画 信义路跟敦画南路 信义跟敦画有交汇啦 对 信义跟忠孝没有交汇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那个就很大很大很大 那个左转好像真的会有点危险 嗯 忠孝跟敦画 但是那个问题是说敦画南北路有林蔭大道 嗯 然后林蔭大道内侧现在是进行机车 对 所以如果进行机车被取消掉了 摩托车可以骑在林蔭大道内侧的话 那是不是 其实也不能直接左转 因为那个连汽车就不能左转啊 因为绕到那边要绕 我们刚刚没讲清 我的视角是以我如果我骑的是信义路 嗯 然后 刚好交接到敦画南路的时候 信义路跟敦画南路 不对啊 信义路跟敦画南路 连汽车都不能转吧 左转吗 对啊 敦画南路不能左转信义路吧 不是 我讲信义路能不能左转敦画南路 我的视角是这样子 信义路如果你开在左侧的话可以 又是不行 那左侧的话摩托车板就可以直接左转啊 对耶 对耶 你讲了一个 好 结论是弱翼 弱翼不太会骑机车 用路人小心啊 哈哈哈 结论就是弱翼是这个三宝入池 开玩笑了 看到看到弱翼三远一点 开玩笑了啦 嗯 好啦 从这个机车路权的议题的话 我们之后再认真讨论 对对对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意思 我们还需要再发想一下 没错没错 设计上面我觉得还需要更多问题 因为我们发现这题没有 其实我们做了研究之后 我们觉得这题没有这么的简单 对 应该说这个东西可能本身跟法律 稍微远了一点 对 它比较是交通学的那个专业 它不能单纯就就是公平不公平 要回来啦 因为机车跟汽车 它确实就是不一样的交通工程 但是现在在管理上面 是不是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 没错 而且每个城市有不同的管理需求 对对 比如说南部可能根本没有在管理 没有啦 哈哈哈哈 乱讲的 好啦 下一题 下一题是叫好想睡觉 嗯 OK这一则是他就好想睡觉 是不是因为听法白觉得想睡觉 嗯 他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法律 才会使社会更进步 觉得一出生就好像整个社会 就觉得我应该要长得什么样子 虽然有规则可以遵循 会比较轻松 但有时也会觉得很沉重 他赞助149元 刚刚那两位也都有赞助 李修学这个有赞助 但是这个这封信上面 没有写到金额 所以没办法念 Akira赞助了157块钱 好 那好想睡觉 也要赞助了149块钱 谢谢啊 谢谢 欢迎养睡觉 耶 耶 谢谢 好他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他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 而且我觉得他有些把 有东西混在一起 就是我觉得 一出生觉得社会好像要长什么样子 好像跟法律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 我觉得那比较是文化的问题 对对对对 但为什么使用法律才会让社会进步 原因是因为是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跟脑袋去记那么多东西 所以一定要写下来 大家才会知道 只要写下来 行就把大家形成的社会共通的规则 写下来 大家才会知道 对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进步进步 就是其实比较方不方便 其实某种程度 因为写下来 所以大家会降低大家的沟通成本 所以他也是会会变得越来越进步 我觉得 这是运作后的结果 这点我要用法理学 好我就知道 好 来 在这个法理学面有一个理论 哎 他就是法律分成两种 嗯 一种叫做 反正初级规则就是说 可以做什么跟不能做什么的规则 简单讲 对对对 说不可以杀人 对 或者是不可以见死不救 嗯 但是 譬如说是不是要有 不可以见死不救这个规则 嗯 其实不同文化就会不同的诠释 嗯 就是说前一阵子 这个林志颖不是 他是出车祸吗 对对 出车祸 那就有人发文说 那如果把他从车子里面拉出来 就会 有反而自己吃上官司的这个问题 啊 那也会有人讨论说 那我如果我在那边不去救他 或者反而因为见死不救被告 哦 就遗弃罪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来了会发现说 一个规则在这边 其实大家会有争论 嗯 到底应该怎么制定比较好 嗯 所以一个好的文明体制 他会有刺激规则 嗯 刺激规则就是如何制定规则的规则 嗯 哦 对 所以为什么法律会使人的文明更进步 就是因为我们在制定 他会有一个用来制定规则用的规则 嗯 这样子制定规则就不会是 比如说军王的 想想制定什么就制定什么 他不会是暴政 嗯 不会是苛政某一个 哎 苛政 苛政 所以刺激规则就可以理解为程序的概念吗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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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哈特的 哈特的间接 嗯 所以这为什么要用法律才会死 是会更进步 这是一个法治的概念 对 就是法治是让所有人都在规则里面运作 嗯 包括连制定规则本身都可以有规则在 没错 没错 我都看不看法理学 我都看那个 香港电影 那个 陈浩南也有讲过 这个世界上会有两种规则 哈哈哈哈 你那个规则 没有 所以不要说陈浩南成吉了哈特 哈哈哈哈 你那个规则是什么人 人类是什么有三碗面最难吃 什么人面情面场面 哈哈哈哈 这一类的东西嘛 对对对对 他就说会有一般法律的规则 也会有地下社会的规则 哈哈哈哈 好啦 感谢好想睡觉 再来是法白支持者赞助了1499元 哇这个 这个 这个真的是超大超大比的赞助 真的非常感谢他 对啊 就真的要感谢 真的真的 对啊 非常感谢他 那我们要 他说贵制辛苦了 谢谢你的坚持及付诸 贵制若毅 专题研究员 听义棍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 听义名字怎么写 没关系 因为听义 可能名字比较少出现 对 还有悠悠 我们都很喜欢 感谢法白整个团队 包含幕后人员的努力 让我们一起为我国台湾尽心尽力 哎呦 哎呦 这个话暗藏玄迹哦 哎呦 对啊 哎呦 他说我国台湾 对啊 而且从我们这样荧幕上看起来 就像讲台湾国 是对 对啊 好啦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法白支持者的这个赞助 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这位先生呢 他就是特别提到 就是不要念他名字的 那他的问题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可能只能 简单的说他要 简单的讲呢 就是他 我们最近有这个中小 企业处的这个合作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荣誉会计师 所以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相关跟报税有关的内容 所以他自己就听到了 跟报税有关的内容 就他就连接到 他自己家里的经验 然后他家就发生了这个 被国税局 无理追税的状况 然后导致他家 就是差点家破人亡 所以他听到 那一集的内容 他就觉得深深有感 嗯 对 那简单来说呢 他就是希望 我们可以继续针对这个 税务正义 租税正义 继续做出相关的内容 对 那我们其实我们接下来 也会跟大家讲一些税的东西啦 大家就是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简单来讲就是 经过一定的期间 国税局在追税 然后 会在追税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税法本来就有 那个核克期间的规定啦 但这个规定 大家可以去讨论说 比如说 现行核克期间啊 我印象中是五年的规定 那大家也可以思考 这个五年合不合理 我觉得大概从这个方向 可以解决这个 呃 赞助者的问题 而且这个追税的这个状况是 一旦国税局追税的话 理由上你要先缴 然后再去打行政诉讼 对 对 那我们上次在 博恩 博恩那几秒期 他们就在挣扎 要不要先缴一部分 对 这样子的执行 但是如果这个人 这个被克税 被追税的人觉得 这个被克税 从来就是冤枉的 嗯 就他还要先缴税 他就会觉得不爽 才能打官司 嗯 就是会觉得莫名其妙 然后这个被追税金额看起来 我们不要讲出来好了 就是他分享他们家的事实 嗯 那这个金额看起来是蛮惊人的 蛮大 对 就是蛮大 确实会造成家里的经济 转失建筑 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税 欠税额 就表示他的税机是非常大的 对啊 应该是很惊人的税机 好 好 希望这位先生 你的家里的事情 都已经搞定了 都已经完毕了 对 当然我们会继续再来 follow这些跟出税争议关的话题 但为什么之前比较少呢 很简单 嗯 睡法太难 对睡法太难 睡法 我们真的要苟且 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睡法真的很难 而且睡法并不是一个这么有趣的法律 对 坦白讲他就是算嘛 呃我们会觉得他不有趣啦 对啊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之前纳税的问题比较少啊 那当然也是啊 对啊 因为我们前几年可能就 比较穷啊 不用缴税 哈哈哈哈 但是我一直说他 不是我们前几年是受雇人的状态啊 受雇人的那个税基本上过税局就算了 对对对 就是 就是下载 然后多少就缴啦 对啊 不会有状况 嗯 我跟你说他在法律的适用上也比较无聊嘛 你刑法会适用到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你可以讲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可是税就是 他很难有趣坦白讲 但我现在渐渐发现很多被追税的状况 其实是蛮不合理的 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譬如说真的是一些亲情之间的证语 然后鼓励去硬要买 讲这样 假买卖 假买卖 嗯 但他可能真证语 硬被讲这样买卖 然后百口莫辩 然后被追税等等 嗯 看起来是这个状况 这就都可以跟大家讲说 如果这个状况的话 真的是还是找律师处理比较好 嗯 对啊 你不是工法大师吗 这个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税法师姿 络意通常都会跳过 哈哈哈哈 你在节目上面 每次都说 所有的宪法你都看过 所有的师姿你都看过 终于被露出马脚了吧 不是 我要跟大家 所有的师姿都看过 除了税法 他看过啊 给我30秒 给我30秒辩解 给我30秒辩解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准 我在教授的科目叫宪法 所以他就考宪法的东西 但如果今天 他的税的东西 他会放在哪一颗 他会放在财税法组啊 那我不是财税法组的老师啊 所以我就会不负责那一块 坦白讲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跟税法有关的试制 通常没有太重要的 宪法原则 我就会跳过 我会交给就是 补习班里面 财税法的专业的老师 好啦 给过啦 给过啦 给过 给过啦 接下来这位是台南偏乡教师 他赞助了817元 这个817是不是 我不太懂817 这数字是怎么决定的 蔡英文817万当选啊 哦 也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不是四字817 因为四字没有到817先生 哦好 四字到813 到813就结束了 他搞不好是来自未来的台南偏乡教师 好 这个台南偏乡教师 他说他是六月才加入的新听众 当时他正在法克电台跟台通之间 友谊不绝 不用友谊 不用友谊 都听就好了 对啊 可以都听啊 对 其实可以都听 但他后来选择的法克电台 我们还是更感谢他 耶 那他说听到了最喜欢的六集是促转星期四 而且他想让长辈更加认识促转议题 所以他就把他贴到LINE群组里面 但是事情总是来着突然 有天在爸妈出门的时候 车子发动就连接到手机人牙 手机播着节目 节目就这样子被父母听到了 你想对政治敏感的父母免不了数落几句 但他们还是听完了 我成功了 对吧 是吧 没错吧 但我有两个问题想许愿 希望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 一 可否请法克电台谈谈教师法中有关 不识认教师太换机制的法律问题 他的立场是教师法太保护教师 即使教师做得过分 也很少被教者甚至开除 第二 我家隔壁正在装修 如果我把我的车子停在我家家门口 隔壁有东西掉下来 打到我的车 我可以跟隔壁求长吗 最后分享一点人生经验 落实友善尊重 不好意思有三原则 很多问题可以一日而解 大家不妨试试看吧 好 这是一个内容非常多元而广泛的一则 对 首先先回答 你说台通跟法白 终于轻轻自己选对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然后如果你说你让父母听完了 成功了对吧 很赞 那也是当然 听完就是一个成就 就是父母听进 有没有听进去 是一回事 但他至少接触到不一样资讯 他在心中就会种下一个希望 他在心中的宗旨 然后这个触转的宗旨 他心中就会发酵 对 他会慢慢萌芽 对 他不一定长成大树 对 但他会萌芽 两个好像卖药的 哈哈 你要想 触转性只是因为聊很多转型正义的观念 对 这些观念是他在蓝营节目上听不到 他听不到的 对 我们就预设你父母是蓝营的 对 通常说对政治影像敏感 又不喜欢触转议题 一定是蓝营的啦 我跟你讲 我没有听过绿营的人跟我讲说 我觉得政治不好很敏感啊 你爸妈会吗 不会 对啊 江浩又爸妈就是比较绿的 他就不会这样子 有没有民众党的啊 一一一样啦 哈哈 民众党就 归类为泛兰阵营啦 哦 你再把他归类为泛兰阵营 我觉得对啊 对啊 其实我推荐如果是泛兰的父母可以推 看 叫他们去看狼牙榜 哈哈哈哈 然后从其中 塞一些转型正义的概念 狼牙榜里面有转型正义观念 哎 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没有看 反正他就是一个 呃 里面的君王 然后他曾经 因为害怕他的臣子 就是权力过大 然后弄了一个惨案 后来其中惨案的受害者 自己就是 他以为那个人已经挂了 他又回来复仇的故事 对 然后他最后是有点像 有点像古时候不是都 君王会有一个下召罪集的概念吗 对 那是因为在军权时代 他就只有 这种方式去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吗 嗯 对啊 那 转型正义谋 一个 重要关键就是检讨这个政 政权过去的错误吗 嗯 啊连共产党都会去讨论那个 文革时期 他们都有检讨文革时期间的错误 对 所以我觉得观念可以共同一下 所以 如果是泛兰 阵营的父母 比较难接受转型正义的概念的话 我觉得 从狼牙榜下手 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OK啦 好了 推荐给这个老师 不过他刚才提到教师法那个东西 那或许我们未来来处理一下 因为教师法 他确实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他需要很多案例来堆移 之前有访问过人民基金会的 嗯 的那个 嗯 中文革命值 对 张平吧 张平 张平主任 我不知道这集播的时候 我们后来又有再访问他一次 对 对 那我不知道这集播的时候呢 新的这集上的没有 嗯 还不一定 反正如果你听到这集的时候呢 最新的访问还没上线的话 那就表示快上线了 对 所以人民基金会还会再来一次 对 可能我也会提到 也会再提到 不是任教师太患的相关的问题 然后最后这个我家隔壁正在装修 突然没法律咨询 对 突然进入法律咨询 可以啊 就请求顺培 就请求啊 其实可以 就请求啊 对啊 对啊 但是就是要能够证明 要证明 要很多事吧 就是你在你家门口 对 这个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夺门口 然后掉来 掉下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这都要去个案去 就要去case by case去判断 所以这样的资讯可能还是不太够 不过可不可以求偿 一定是可以 但能不能求偿到 那个要看个案的状况 还有求偿到多少也是个问题 对 因为打到车嘛 对 对啊 嗯 车会有得救的问题 然后他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邻居会说 这个门口不可以停车 因为他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嘛 他家门口那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停在我家门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 他可能很多种状况 其实不可以停车 就不可以停车 对 那这样子被打造就活该吗 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啊 因为他还是民事间的关系啊 对啊 停红线是停红线的 就是还是被罚钱 对啊 那个是一回事 对啊 因为如果你今天 从隔壁上掉下的东西 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是真的很不应该的东西的话 你说马桶掉下来 对啊 装修房子有可能吧 就假设这样 那就比方说 你今天平平知道 你在装修马桶 把它摆在可能窗户旁边 把马桶先放在阳台一下 阳台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应该有相关安全措施保护 结果都没有 那这个掉下你就有极大的责任啊 对 但如果只是一个什么 螺丝钉 螺丝钉对 那可能或许就 问题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 就是那个过失的程度 对啊 所以这个答案都不一定啊 嗯 那我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案件经验 那案件已经结束了 那我稍微调整一下内容 反正案件经验 就是差不多就是 某一个当事人 他家里面的阳台上面 有某一些东西 就是这种不起眼的 类似花盆之类的东西 就是平常也没有在管他 就可能花盆里面 就种花 就摆在那边 就台风天一来的时候 花盆就被垂落掉到下面去 刚好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机车骑士 不是那个叫什么 呃 外界看我推着一个老阿嬷 就把那个老阿嬷打死 我干 超就是精准命中就打死头 就直接砰打到头 然后就死掉 当场死亡 干 这 作末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嗯 从此就人生巨变 嗯 你知道这算不算过失致死 哇 这个真的真的 因为这个条件又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有台风啊 因为他们就摆了一个花盆在阳台 对啊 然后所有检察官就说 至少台风来要 要把他收起来 收起来吧 类似这种概念 对啊对啊 对不对 要收起来嘛 那他们就觉得很冤枉啊 就是 谁会想到 就是平常摆花 摆在那边好好走 然后也不会动啊 那个很重啊 对 谁知道这风气出会把他吹 会把他吹到外面去 对 类似大概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小心啦 这东西掉下去 真的有可能会砸到 再讲个关键啦 就如果台风来的时候 真的要做一些准备啊 我觉得这真的 因为很多的判决其实 都是因为台风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 而且我讲 我后来就跟吴章生讲一个很直接啊 我就说这个案件都死人了 你要检察官不起诉很困难 嗯 老实说是这样 老实说是一个 是一个感情的问题吗 就真的就是 把人家打死了吗 对啊 对啊 那你要检察官说 你都不用负责 你就觉得 我觉得检察官做不出这个决定 嗯 你要法官说 你要法官判决 你都不用赔钱 觉得不太可看了 对啊 所以他民事案件哦 他们刑事已经被判刑了 然后才来找我 因为我忘记过程了 反正后来和解了 后来和解 因为后来就确认确认说 这个一定要和解 嗯 好 再来是屁宝 屁宝 这个屁宝他占助了149块 那因为屁宝使用了这个简体制 是我们合理推测 是来自对岸的好朋友 对岸的好朋友 对 他说最新一级法克话题 SP2很棒 大开眼界 原来立委也可以人在现场 可以上法克电台发表意见 他是说谁啊 就是洪森汉立委那一集啊 洪森汉立委不是在苗栗 那个什么垃圾场被打吗 就是垃圾场不是有什么 昆鱼垃圾场 对对对对 那边要抱怨一下 就是昆鱼垃圾场事件 当天我们想说 这个事情很重要 做个紧急的报道 赶快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 有收听旅其差 超差 我跟柜姿都非常的意外 哈啰 法克电台的粉丝 不是应该很关系 这一类的事件吗 就是怎么收信率这么差 对啊 他收信率比那个 中小七一的会计师 大家在意报税 不在意垃圾场 大家都听一下 还是听一下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 暂时确实是花下一个据点 对 但是还是大家可以关心 单纯抱怨一下 好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对屁宝来讲 应该是大开眼见的事情 对啊 因为他们两岸国情不同啊 国情不同啊 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个 立委可以在抗争现场 他们没有想到 真的有立委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吗 对不对 第一个是人大代表 还真的会去现场 他会想原来立委会关心人民哦 这个在中国应该是 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 这是比较不常见的状况 河南那个抗议成这样 拿一个人大代表去过 对啊 嗯 所以是立委 搞不好也跟人大代表有点关系 哈哈哈哈 最后是这个立委还被打 还被打 对 还被分辣椒水 对 立委还上节目来讲 讨拍 哈哈哈哈 对 这个是书难想象的事情 人大代表 嗯 不过这个 那是要上那个什么罗胖的节目吗 对啊 不开可能吧 要等到跨点的时候 对 哈哈哈 不过跟屁宝讲一下 这确实就是 呃 自由民主国家真的会发生这样 就是民主制作美好 对民主制作美好 就是 就是真的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或许他真的会跟人民站在一起 对 对 这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 意见就是交流 就是如此的自然 对 没有因为他是立委 他就比较 不能接近 立委照达 我们照样访问他 嗯 我们那天一看到一个新闻 对 我们就立刻透过身边的朋友 很快就联络到 红立委本人 对 他就立刻就答应要接受采访 然后给他简单说明一下 他说要等他回家 对 洗完澡 对 要打完一个晚上 对对对 他先回家洗澡 然后接电话 然后就聊了大概一小时左右 然后最后剪成 我们这个节目 对 在台湾这个 他是被谁打 他是被对方就是请来的 那个垃圾车 垃圾厂的那些 好像丢东西丢到他的身上 哦 因为那天有一些暴力的冲突发生啊 了解 对 好 感谢屁宝 屁宝的赞助 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可以 让你知道这个民主自助的 美好 美好 对 对 那也希望就是 启发你在中国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是的 我刚刚是不是问了一题 为什么他挤收信率会低的问题 有问吗 没有 我说为什么他会被打 你说问 你说 没有我刚刚问说 为什么他会被打 就明显我没有听那一集 哦 你是不是在垃圾场 没有兴趣 好 没关系 没关系啦 对啊 sorry咯 刚爸比较忙嘛 好 再来 再来是台湾nish 台湾nish 我猜是 德文吧 哦 猜是德文的吧 对 我猜是德文的台湾 台湾的吧 我不确定啦 我不确定 OK 他赞助了99元 他说 请问对于各资专责监管 监督机构有什么看法 为何只有台湾与少数国家 没有专责机构 可以科普一下吗 就是把这个各资的管理 看是要分散管理 还是集中管理 对啊 对啊 这是一个选择啦 他想问为什么台湾是分散管理 我猜他想问问题 对那这个要研究 这个真的不知道 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 好那这个我们就交给廷义 好交给廷义 廷义有工作做了 对 为什么 对是没有专责机关 也过这边来好了 这个提议来好好研究一下 好 我想这个应该会有它的脉络在 嗯 就是我猜测就是 台湾立法说没有这么的 没有这么 没有政府机关想要接这个业务啦 对 哈哈哈哈 目前 目前台湾各资法的状况是这样 各资法是少数 没有很明确主管机关的一个法律 各资法的主管机关是要看 使用各资的那一个机构 或政府是哪一个 他归哪个主管机关管 那就由那个主管来管 他的各资使用 嗯 所以譬如说假设有一个 假设科技公司要用 要用各 科技公司有关的各资法相关业务 那可能就会是 科技部 现在不叫科技部 有叫什么名字忘掉 或者是经济部 因为它可能是一间公司 那可能就会是经济部来管 那如果是台北市政府使用各资的话 那 谁来管台北市政府啊 对 对 行政院吗 先内政部吧 内政部吧 内政部来管台北市政府使用各资 这次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各资法是少出一个没有 没有明确主管机关的一个法律 对 但他的解释及修订 我记得是国法会 嗯 对 就是比较 摸不清楚 对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所以造成就是各资法在台湾的这个 适用上呢 没有一个很权威机构这个状况 状态 可是有专则机构就能 真的比较好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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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我们等停议 好 有专则机构就是会有类似调查员可以到处去 抓 个子侵害的状况 对 我猜应该是这个概念 就像GDP啊就有要求做这件事情 嗯 再来是田 这位赞助者叫田 他赞助1000块钱 哎呦 哎呦 这些田他是一位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代理老师 今年录取的正式教师 恭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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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恭喜 这个考试上案真的是很辛苦的件事情 嗯 而且我发现考考老师的录取率 其实比考律师还低 哎对 对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恭喜他 然后他说他特别感谢 就是法白在他教师正式上给他的帮忙 称呼上帮忙啦 其实是希望就是 还是你自己的努力啦 对啦 希望就是我们陪伴你度过这段时间 我们能帮助心情的舒缓啦 对心情的舒缓 感谢法白一直以来提供各种 优质好资源 尤其通勤时间陪伴的podcast 从司法改革国民法官 宪法法庭 公同议题 法律史事 各国政府体制等等的 这些都曾经出现在各校或各地区 连招的考题 因为法白 我们是不是很适合开高中补习班啊 教师真实的考试 对 我们来出这个预测的这个什么 预测的补习班 因为法白的讨论和分析 让我有更多灵感答题 有时候法官 有时候法白也提供多元的角度 切入各种议题 让我可以从更广的视野来思考 有没有标准的答案 思考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对 今年能够上岸真的脱法白的福 我也跟其他伙伴大力推荐法白 未来也会跟学生推广这个优质好节目 再次感谢法白提供的一切资源 谢谢 谢谢你 这真的很暖啊 这真的很暖 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听到我们的听众 跟着我们节目一起成长 对啊 有更好的未来 当老师很累哦 加油 当老师很累 也是希望 那也希望就是你不要成为不是人教师 没有啊 因为法白常说教师法都是 因为法白常说教师都在谈论不是人教师 我们比较少讨论到好老师 跟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好老师 对 会听法白的老师不会 会听法白老师不会变坏 没错 我们要找那个人本基金会来聊一些好老师的话 好老师 不然人家都觉得人本基金会都在 都在针对老师 对 把老师标签化 污名化 其实人本基金会也有在 讲一些好老师的话题 对 因为其实像我小学老师就很赞 对 我小学有个辣妹老师 他就很赞 他 也就是 这是什么性别奇事的发言 不是 那个我们的老师他真的很辣 他也很喜欢大家说他是辣妹 但我一直觉得他从头到头就是 因为我碰过很多不好的老师 他真的很棒 他很小很小 他就 小学六年级五年级 他除了辣以外 也没有其他优点 他会跟大家说要尊重同性恋 很小哦 在那种环境很保守 然后跟大家说 婚前性行为不是一件坏事 嗯 他说因为婚前就是要同居 去习惯对方才要结婚 因为结婚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嗯 很小时候这样讲 真理耶 嗯 小时候我就接受到这件事情 我从此就放在心上 所以长大就性混乱了 没有 没有 我乱讲了 我乱讲了 就不想结婚 难怪不想结婚 对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 依我小时候 那么多老师嘛 因为小时候不是每一刻都有不同老师 他给我的那个冲击很大 应该说他提供了你多元的观点 对 更多不同思考 对 就觉得对耶 这样子 不像很多老师都是说 哦 三重四的 一些教条 对啊 恶心死了 对 一些八股的东西 八股对啊 其实这些更刺激是搞的东西 对学生才是有帮助 对 大家真的会 大家真的需要发展出 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才有办法帮助学生走一辈子啦 所以我跟老师到现在 还感情还是蛮好 哦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 因为他很大 哈哈哈哈 不是 而且那时候他也对我影响蛮大 好比说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我参加什么 学校广播社 然后就会弄节目 然后我们就要一音到底 就是录音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国小就录过音 就很常录音 难怪你Podcast表现 一开始就这么上手 那是当然啦 对啊 而且那时候是一音到底 NG就重来哦 然后他就会要临场发挥 就是他的稿子 不是那种 逐字稿 是那种就突然就是 Tiles 7空白 你要自己发挥 哦哦 OK 小小学五年级 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真的 小时候讲一些左派的话题 小时候没有啦 五年级耶 临场左 那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 烂套 他刚才讲烂梗 我知道我不想理他 哦道歉 那你记得你那时候 录什么东西吗 内容 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性的议题 他会说就是 学校可能是原优会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要去行销 原优会这件事情 哦很不错 对啊就是突然想到 就是我其实有碰过 好老师 我也是在成长过程中 一直都蛮 蛮多好老师 嗯 我觉得我蛮虚的 我没有遇过 明显不好的老师 哦我也是 对 我遇过蛮多了 我可以说 我遇过很多很好的老师 那其他老师就是 领多就冷漠吧 嗯 没有到不好 就是可能就没有什么交集 领多就这样子而已 不会说到不好 嗯 我好像只有遇过一个 觉得特别影响不好的老师 就是好像国一的英雄老师 好 然后甩我巴掌吧 哦那真的不好 甩巴掌不好吧 不好对啊 巴掌不好啦 我就把他手摔开 只差没有对他挥拳 哇 嗯 回答人老师真的 不OK 比较不OK 嗯 会 会答人老师 就是要 成为会答老师的学生 你就会治愈这一切 哈哈哈哈 对啊 你讲的很中肯 对啊 对啊 就是 以暴自暴 最好是啊 好 好啦 我们恭喜田录取 高中老师 正式老师 谢谢 恭喜你 恭喜你 祝福你未来的这个教职生涯 一路顺义 对 希望有很多的学生可以像路易一样记得你 对对 暖暖的 暖暖的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位这次Annaline赞助了 也是一千块钱 哇 因为他这个是 这个是单纯的爱 也没有任何的留言 对对 这真的爱 他就是单纯的爱 他就是 谢谢 谢谢Annaline 谢谢Annaline 这次是这一次全部有赞助的 对 全部有赞助的 嗯 付费留言 付费留言的 好 那剩下的我们有时间够的话 我们就把它都看完 Micky Micky 议题很棒 但硬要捧高雄市长 新竹市长 超级论文的人 棒球场盖成那样 很有艺术戏情谊吗 认真的听不下去 但发现已经几乎听完了 真的可以不要捧 不要诋毁 就是论事就好吗 啊 聊论文跟球场 来 新竹人 等一下我们哪一集 我们哪一集捧了林志坚啊 没有 他应该是在讲 吴佩仪那一集 哦 我觉得就是 议员他挺自家人 无可厚非 无可厚非 而且当下我们也不知道要什么 所以你不可以挺 不可以捧他之类的 这个也好像有点困难 不是不能这样吧 人家要挺就让他挺嘛 那当然你 但是吴亦元挺 你之间 那听众你不喜欢 那我觉得就骂了 没关系 你就骂他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想要 特别回应什么 我觉得很好 你就骂 就自有的时候 就不喜欢就骂了 我就OK啊 或者你就因为 或是你就这样子 不想投票给吴 啊论文跟球场 哈哈哈哈 哇这个议题真的是 我觉得办论文场就是 就烂了 我觉得台湾球场 可能就是整体都要 检讨啦 检讨啦 就是我觉得 这个比较像 政府采购的问题 就是如果大的 去看这个议题 本质上应该是 政府采购 怎样有 更好的 厂商愿意投票 因为其实很多公司 不愿意投票 政府的标案 一来利润可能不够 然后流程又很麻烦 对 然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对 我觉得真的 真的问题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有些 就是政府作为 资方的时候 对于厂商都 很不尊重 对啊 讲真的啦 其实是一个B2B的关系啊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老大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有些小包商去 参与一些标案 他们对于那个标书的内容 其实没有到很理解 他们就标了 然后标到之后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或者是 做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无法履约 然后衍生自己自身 比如被没收履宝金啊 等等很多问题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大的 应该是政府采购的问题 政府采购真的很多问题要处理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不分蓝绿啊 对 对啊 就是 不管换谁执政 这都是一个 确切台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对啊 讲到这个政府采购 真的是 如果在我们听众里面 有公务员的话 真的希望有机会 可以大家聊聊看 嗯 我觉得公务员做事 有公务员做事的难处 就公务员要面对很多的长官 对而且还要面对 比如说被指控土利的问题 对 然后还面对来自议会压力 嗯 可是我觉得公务员 他们都会忘记一件事情 是每一个在这个社会上 跑江湖的人 都会有来自自己的压力 嗯 公务员很习惯性的理所 当然认为就是 跟你合作的乙方 也要一并的 帮你收拾这些压力 嗯 所以他们都会把这压力丢出来 然后叫厂商也要来承受 但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是公务员 你自己要去承受的 你自己要想办法 去说服你的长官 对 你自己要协助你的长官 去面对来自议会的质疑 那你自己要想办法 让你的这个标案的过程 能够经得起来自司法机关 侦察机关的挑战 嗯 然后就一定是处理 但是 常常会看到状况是 呃 许多的公务员呢 他就会两手一摊 就跟你说 呃 反正长官不习惯 你就要改 嗯 那这个议会 这个过不了议会 然后就你改 然后可能明时程 就只剩两天了 嗯 可能是这已经改到 可能第九版第十版了 然后就跟你丢一句 长官就是不行 嗯 对 那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这个做事的逻辑 并不是按照 正常的商业逻辑来合作 对对对 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 如果我们的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政府呢 如果大多数的 这个政府的公务员 都不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 来做事的话 那愿意来接政府标案的人呢 大概也都会是 他只能配合不正常商业逻辑的 这些厂商啦 对 说真的有能力赚大钱的 或是有能力维持自己生活的人 他干嘛受这个气 对 嗯 就不要来标就好了嘛 讲讲一定是这样嘛 所以这个是 好 这个是分享身边的 那论文呢 论文就是 就交给台大处理啊 对啊 就交给台大 因为我说的那个时序啊 那东西都是很内部的东西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找到真实的事实 我们也很难以去评价 结论就是不要写就不会有问题 跟洛逸一样啦 写不出来就不写啦 不过毕竟这是国法所的 所以他讲那些人民其实我都知道 嗯 实际的状况 我大概可以略猜 状况怎么样 那我就不方便直接讲 然后把麦关掉后再讲 哈哈 开玩笑 再来是小小粉丝 小小粉丝说 很喜欢这个节目 法律对一般来说很复杂 希望可以做一集 关于转弹法的内容 哦 这一直放到我的代聊心蛋里面 不过我就是就交给 那个悠悠在研究一下 不过我们之前短影片 有特别讲到说 小宝会最近有发到 一个相关的规则 就是要求一定要公布 相关的几率等等之类的 但那个当然是 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有点杯水测试 有点杯水测试 有点治标不治本 但至少有点前进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要再来观察一下 嗯 因为今天悠悠要赶高铁 什么要做一点筛选 所以接下来的回复 可能没办法没准的念到 所以要请大家见谅一下 对 毛海的 这集在讲亭义的这一集 我们非常感谢有人 就是关心毛小孩这一集 就是看到的那个亭义 跟温蓉的努力 那集做的蛮好的 真的很赞 你们两个都有听那一集吗 有我有听 你有听 你们两个喜欢那一集吗 喜欢愿意 他就呛我 我觉得很好笑 我妈 我妈给我回馈是说 怎么不叫洛伊 陪他们聊 为什么 我妈说他们两个太僵硬了 太深色了 不过有趣 我觉得有点可惜 可是我没有跟他们聊过 这个我记得我没有跟他们聊过 我觉得如果有一些访问可以用原因 比如说他们去访问 那个药厂药师等等的时候 是直接用药厂或药师的人 声音或变音 如果他们有疑虑的话 就用变音处理 更像的一个 用听的那种纪录片的感觉 我觉得也蛮酷 未来可以看 好听到了 听到了 哈哈哈哈 那我认为这边来 对对对 我认为这边 好 感谢爷 感谢羊妈的建议 好 我就跟我妈说 怎么不是叫就跟他们聊 对 她说你也很无聊 哈哈哈哈 她说要落叶来聊才有趣啊 你妈 我妈弟子 你妈真的 你妈其实蛮好笑 他有时候都有一些惊人的发言 对 好啦 感谢这一位叫做友人 他就叫友人 他没有取名字 他就叫友人 好 感谢他回馈我 对我们这个 提议跟我们做的这个 宠物用药的专题 然后下面一位 OK 这位听众呢 他是来信 针对我们 在Row vs Wayne 我们在前一集 政治归佑之中 有提到 负全红利 对负全红利 因为回复一个 对回复听众的留言的时候 然后他这位听众又再度来信 又再度来留言一次 然后他说 他就 他又就有提到 他认为女性主义批判的是体制 不是个人 而且任何价值的推行 必然涉及政治 所以这个 Propaganda 就是社会运动的宣传 必须要小心拿捏 但是 他认为 包括康景余老师 或者是吴医师在内 常常会在讨论性别议题时 可能基于娱乐 或基于效果 常常会把负全体制 就是简化成那些男人 男生 或者是弱意 在节目中会说 恶难义难 就是可能为了 基于好玩 基于有趣 对 或者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对 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并不恰当 因为他觉得 会造成对性别运动 无感的男性 落入厌女情绪陷阱 对 然后反而更不利于 推动性别运动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 有可能很有道理 就是他说身为弱者 控诉男人可能是正当的 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我觉得这就是 他觉得他这句话 我认同的地方是战斗位置 就是如果今天是 确实在这个体制当中的弱者 他控诉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拥有政治上权利 或有话语权的人 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只有做控诉 可能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这句话我其实蛮赞同的 所以我记得今天在节目上 也有跟大家讨论过说 子男行为研究社 现在非常非常的红 可是那下一步是什么 对 其实我也蛮想跟大家讨论 说下一步是什么这件事情 因为控诉当然是对的 但是不能只有控诉 简单讲 你今天是nobody的话 当然就要靠着 控诉 骂 对 就是骂得很难听 来吸引大家注意 这个合理 但如果你已经是个 有社会声量的人 对 那你就要非常小心的 使用你的声量 对 反而这时候就不太适合 用嬉笑怒骂的方式 对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 是有道理 所以后面骂我的这一段 我觉得其实也是合理的 他们就说他觉得 部分观众认为 练义很吵 他认为是因为练义 采用信仰式的宣传 对许多中性听众来说 成为一种命令式的说教 而缺乏理性平和的梭理 他没有骂你啊 他给你建议 因为他说 他说这点是我需要观察 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觉得他这个 很合格 他整篇用语很peace 很peace 就他这个 这篇你自己把练义出来 堵三变 堵三变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也是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确实我会 真的是稍微可能 因为为了节目的表现 或戏剧的效果 会确实会那样子 会缩教 会缩 对 你不是缩教 就是比较 激动一点 可能会有点像是缩教 这个我会再也慢慢改进 感谢你的 这个 雨晨的意见 雨晨的意见 对 他是一名医学型学生 他最后面还有提到 就是说他觉得 巫医师 在讨论Roe v. Wade 那一集的时候 他对结论的产生 他觉得还不够完整 他觉得 他说国家对女人 子宫的管制 固然令人反感 但是不能够 直接推论出国家 不能对堕胎 有任何的限制 这个推论过程 他希望爸爸以后 可以多带大家 聚焦伦理正义 以及人性等等的识别 好 我觉得 我蛮喜欢 坦白讲 当然自己有被 小小的建议 但我觉得他写的是好的 感谢雨晨 感谢雨晨用力 跟深刻的回馈 谢谢雨晨的 用这个认证建议 那这个 好 最后我祝法白 收听率升高 感谢你 感谢 你的建议 我们会把它贴在 那个落叶桌子上面 没错 朗诵上边 没错 最近和任说 很喜欢这个节目 因为常常能用 不同的角度 接入同一个问题 但越来越不能接受 乌乌医师的表述方式 他觉得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交换资讯 我很喜欢乌医师 讨论女性构造的知识 也很喜欢分享脉络 他理解沟通是双向的 很辛苦 单方情绪抒发 很爽没错 但目的是要互相理解 而不是对立贴标签 等一下乌乌的 我们是全部都把他印出来 邮寄给乌乌就好了 乌乌医师的他的讲话的 这个风格跟若义蛮像 有一点对 所以没关系就是强势加强势 所以听起来很像塑教 对有可能 可是大家给的建议 我们会就是转职给乌乌 因为其实我自己跟他 个人接触觉得他是 还蛮care人家 对于他的批评跟指教 然后他也会尽量去修改的人 我跟听众朋友说 他是一个蛮开明的 只是他人就是长那样子 然后讲话也是那样子 怎么就长那样子 就长得比较凶 对 不笑的时候脸看起来很凶啊 因为他就有在练拳之类的啊 嗯 中训 中训在练拳啊 就铁娘子啊 哈哈哈 Iron woman 你们现在这把表情 哈哈哈 开玩笑啦 跟听众朋友讲 就是说 最近这一波跟乌乌乌义事与关的 这个回复 做直接贴给他看 对啊 然后听完后他都会先凑骂一轮 然后说好了有道理了 对对对 对他其实都有在听 对他是愿意 讨论 他是比较是温柔的 对啦 只是在节目上当然需要一些效果 对 需要一些效果 那也不可会言 就是节目的时间就那么长 嗯 就30分钟50分钟 顶多90分钟好不好 说真的 可以传达的资讯 必有限 所以有时候必须要 有时候就会靠一些 娱乐性的效果 那或许对 对好 我觉得只是讲 对程度比较好听来说 可能会觉得这个 不好听或者似合 但也要帮我们想一下 就是这个 很多听众朋友 他可能还在不同的阶段 对 我们这个节目也要考量 考量到不同的 不同阶段的听众朋友 他需要的资讯量是什么 不过有一个讲法很有趣 他说就是 就主持人在有种和安全的 别有范围内不敢挑战 不敢尝试 因为如果攻击乌医师的话 就可能被攻击 最贴上攻击女权的标签 哎呀 感谢你 以后我们就下次访他 嗯 开始封闪攻击他 因为其实我 我觉得还好吧 应该还好啦 我觉得还好吧 但我觉得跟观众稍微讲一下 我们访问郑文燦 比较没有在攻击 哈哈哈哈 对 林家王那集比较有 所以有改善 不过我要跟观众讲是因为 有改善还上新闻 其实跟乌医 呃跟贵志 我们自己两个有 有时候会被观众骂 就是 就是 就是臭义男这样子的说法 对 对我觉得 呃 确实我觉得讲的到底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拿捏 性别议题的时候 其实都会特别小心 哦会自我审查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点 但是就像您讲的 这也可能会是一个缺点 对 就是会没办法 把事情的这个 因为过度的小心 而没有办法让你整个事情 更好的呈现 对 但我必须讲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但你这也是为什么 这节目可以做这么久 哈哈 我说真的啊 因为 其实不是就有性别议题是这样 对 其实因为这个节目 做很多敏感的议题 对 都要非常小心 然后这些敏感的议题呢 它其实都 或多或少 都会涉及到一些 真的受过伤害的族群 对 所以其实讨论这些议题 讨论这些节目要 怎么样 不要让这些族群 受到二次伤害 这个是我们 这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心中最软的一块 没错 没错 所以有时候 大家会觉得 怎么不在月线 多攻击一点 多踩一步 多踩一步 但有时候就很怕这个 多踩这一步呢 就让很多人 觉得很不开心了 对 对啊 很不舒服了 那就不好 我们会再更加精准 但是物衣试验 越来越熟了 也许下次就可以 找他来 做比较大尺度的 事前做更多的研究 也可以做更大尺度的 那是毛毛的回复 毛毛说 他对这一集 讲到警察滥用思权 找到各自很有感觉 他自己遇过类似状况 他自己曾经游玩过的网游 账号被盗用 游玩家间接受害而提告 事实上那不是我 然后在我被叫去警察局 做比录之后 警察安慰我没事 过一阵子 我收到要去警察官 说明的信件 打电话问远警 远警说不是协助了吗 然后警察就安慰我 结果有一天发现 脸书有一个陌生的私讯 他说他是那个警察 然后他私下表示 想要关心我 我才发现状况不太对劲 然后不太回应他的讯息 也没有接受他的好友邀请 之后我与家人交这件事 他们都觉得 我有点写地大作 或说人家看你可爱之类 莫名其妙的答复 跟贵智提到的很像 诶 字写错了 一定要在意下 这是智慧的字 那他说 他觉得跟我讲到很像 就台湾人对于个资保障 没什么观念 甚至还用奇怪观念 合理化那些举动 只因为他是警察 也不想想 我就是因为个资被盗用 才要做彼录 结果帮我做彼录的人 反而利用公权力 查到我的个资脸书 还跑来加我 许愿把白 在这个一集上面 可以加上讨论 让台湾人对这部分 有更多的了解 好 这可以丢去研究 跟那个 刚才有问各自 主管机关的那个一起 你看吧 这个我们之前就有提到过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需要花时间 去改变大家的人与人 之间互动的界限 因为对这个警察来说 他我觉得他可能觉得 他就只是一个善意 但他可能觉得他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关心 然后认识一位女性 因为这个女性 你看嘛 毛毛接下来 这个可能会让你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 我尝试站在这个远景 他的角度 他可能觉得说 因为你会一直打电话 问他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远景 就自己以为 是可能有一点机会 但是实际上 这只是 对你来说 这只是一个公务上的往来 因为你是 你是以民众身份 向远景寻求协助 但这个远景 他就可能 有点要说自作多情吗 还是有点 想要更进步 可是听起来 他只是打回去警局 问他那个 我这样讲 刚刚这个事实里面 这个警员 我是觉得很不妥 是不妥啊 你看他说他 打电话问警员 说警察去做笔物什么什么的 看我也都会打电话 问警察局 就是问承办远景 什么时间要做笔物 要约什么时间点 会不会跟当事人去 远景都很少打电话回我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丑丑丑的男生 就是讨人厌的女士 我想要讲的是就是 比较像洛毅常常在节目上讲 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界线 因为台湾情感修业不足 所以 造成 大家彼此之间不太知道 什么情况下 可以多尝试推进一点点 反而让大家觉得不舒服 但有一些情境 可能是明显不适合 像这个情境是公务上网 公务上其实 公务上网是明显不适合的 对公务上网来 就是人家把你当个警察 然后来询问 对 那你的聊天慢慢的往 私生活的关心前进的时候 难辩造成民众的不舒服 就是我觉得公司要公办 对 对啊 就像律师也有跟当事人 有一定的界线跟论律师一样 就觉得很像这个 比如说航空公司的那个地勤 看到什么明星搭配机 其实是不可以找人家合照 或者是心理智商 如果今天是大明星来 你也要保护你 你也不可以 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对啊 所以这个公务上的往来 就是要公务上处理 除非这个 除非对方 通常是除非对方有 比较明显的 愿意把这个公务的往来 往私人友谊方向霸占 对啊 或者是事情结束之后 事情结束啊 对啊 事情结束之后 那这个事情 但是主动去查人家歌 真的是蛮奇怪的 对 不太好 对真的 好吧 好 我们要不要再一两个问题 因为优优差不多了 那看这个 这个标题很赞 女权最大的主力就是女性 对 这感觉就在讲讲话又 从母性 这是讲理啦 从母性 原业犯要去谁家 甚至疫情时 谁要陪小孩居隔 如果要争取反传恐 那可能就是要拿婚姻当赌注了 就是讲你们两个啦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最大的主力 就是女性这个我感受 就是比如说 下周是父亲节 那父亲节 就是我们当然跟小家庭过 然后也可能是回我 呃 对 回我老家过这样子 可以去你太太家过 然后也可以去我太太家过 然后我们原本 我们原本的预计是回太太家过 对 可是反对这个件事情的是 我岳母 为什么 呃 我后来发现那个心态 普遍存在很多 那个 我们母亲那辈的媳妇 他们可能 就是会有那种 长久以来的媳妇心态 所以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 教育他的女儿跟下一代 就难免啦 对啊 所以他才会说 女权最大的主力 就是女性啦 对 啊不过我觉得 那个从母性 午夜饭去谁家 然后 疫情时谁要陪小孩 我觉得这都可以 双方都可以讨论啦 只是我是执行上面的那个 我是既得利益者 哈哈 不过我觉得 女权最大的主力就是女性 这个我没有很赞同啦 因为我觉得女权最大的主力 是男性也是女性都有 然后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不过我就分享一个经验 我外婆 她说 女人不适合当总统 她直接这样讲 我妈气死人 你知道吗 你也是女人 在讲什么话 对 她就会这样子 或者是她会跟我骂 说我觉得女人应该要多担当一点 帮男人分担 什么家事之类的 我妈也气死 狂骂 狂骂我外婆 所以我每次看到我外婆的时候 我都会呛她 说你也是女人 你整天在压迫女性 就是你这种人 叫什么猪队友吗 对啊 心里面的猪队友 当然我可以理解 因为她就是很传统的人 但我讲真的 传统是一回事嘛 她讲出来这些话 在当代的时候 就是伤害人 她就是对我妈二次伤害 我听得很不爽 我讲真的 我爱我妈超过我外婆 所以我听得很不爽 OK 这真的是改不了的观念 对啊 你也不用她改啊 她已经年纪很大 我没有她改啊 我就是要骂她 你就要骂她 然后气到我身 好吧 那我们最后再挑一折 剩下的就下一次吧 好 因为就是要赶高铁 对对对 剩下的如果过久的话 我们可能就 就真的感谢你们的留言 可是没办法回复 有一个铁粉说 本来对这个议题舞馆 但并不想特别收听 但非常喜欢庭义 她说她不知道名字怎么写 我们之后把第一名字写一下好了 对啊 你们上那集没有 她的名字哦 动物 动物 奇怪 有可能 因为庭义不是来宾 所以有可能 真的没有写过她名字怎么写 哦 臭老板 但是庭义的名字会出现在文章上面 然后文 其实podcast都会搭配庭义的文章 这也表示大家没有看庭义的文章 啊 她身上着迷了 对 大家可能想听完就可以 喜欢她声音 不用看文章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庭义型的文章 如果你喜欢庭义的声音 要看一下庭义的文字 好 这个听众书有庭义参与的节目 都觉得很好听 顺顺的很棒 谢谢你们一直制作各式的议题 感觉是来告白的啊 真心的 她们也会继续支持 告白庭义 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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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小孩 庭义跟文章 但是这个毛小孩专题 也是很多人回复 大家很喜欢 像这个有人回复 也是说 很开心法白愿意做这个专题 当初这个事件 在毛社团和兽医社团 闹得沸沸扬扬的 可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 也没有太多的追踪 感谢法白 协助我们 用浅显易懂方式解释 改善动物医疗品质 PS有两句背后 小小话不小心被录进去 剪辑的时候 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毕竟是要报名出身新闻奖的 所以她们也是出身人物 对啊 她们也是出身 只读不会 大家就乱 都包含 好 我们还有好几则 真的时间不够 因为有些大高铁了 我们就下一次 sorry 因为这几则贴文 而且就回复的内容 真的都非常的长 像这个 可能就几 一两千字以上 那我们就下次再和大家 好 那我们就到这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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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